我初入阎罗殿时 曾听前辈们提及过 在约摸二百年前 曾在福龙谷有一种 明海怨陵邪术 可对人疑神夺念 但当时 在三大殿周围要失的通力清脚下 此处断绝于江湖不再复现 如今懂此法之人 恐只有医媒一人而已啊 医媒 没错 当时协助妖师们 挫败那师术恶人的 正是医媒 这几起妖师被附体之事 听上去也非不良鼠被作祟 多半是医媒在背后操作 包括老张 吸取妖师晶元之法 也应是医媒所受 在案件查明 我定会向元老会的长老们陈情 让这些大人将功不过 重裂殿兽之习 大掌柜的心意我领了 但皇恩以赴 慈表以帝 老夫只愿待都成太平后 谢家归田便自无疑